基本上我們看到整個柯文哲 他不是表達他的善意 他是剉雷蛋 剉死了 為什麼 因為過去昨天晚上 你可以看到過去 他說我們不要密室協商 我們要公開的政治 我們政治就要公正公開透明 結果昨天 下次我跟朱立倫見面要公開透明 對結果他現場是壓著 要把侯友宜壓進二五三八 這間房間 這是你柯文哲過去講的 壓著他上去開房間 對那很怪嘛 就是說基本上 你怎麼會現場的媒體 全部都在場 然後現場就可以談 你硬是說 如果沒有上去二十五層的這個房間 就不能談 而且還講說 這個房間裡面明明有六十七坪 三個人的位置而已 六個人 五個人擠不下 最好是五個人擠不下 六十七坪的類總統套房 怎麼會擠不下 所以基本上昨天 他是第一個發生了 想要翻過去 他過去的透明 他要走密室協商 讓大家看破手腳 第二個他今天推出的副手是誰 吳欣穎 過去他不是說我要跟財團保持距離嗎 結果你現在是跟財團無縫接軌 你的副總統的 你的副總統的參選人就是財團的千金大小姐 所以兩件事情讓柯文哲現在很挫 因為藍綠夾殺之後 他跑哪裡去 所有的立委選舉如果沒有要他站台 他跑哪裡去 沒有組織 沒有陸戰 全部都是空軍 所以今天我們在這個 鑽副總統記者會 當場我就宣布 未來國民黨的立委 柯文哲想要來 自己主動想要來站台 拒絕 絕對不準 規範就不準 對不對 那如果是原本像是臺中的這個蔡碧如藍白的示範劇 或是新北的盧州 那本來國民黨就沒有推人 那我們國民黨去幫他站台 那ok 可是你很想來 我也知道他他打電話給很多立委 說我可以去幫你站台 不行 而且剛才我看到巧欣講什麼 我們想說 你不用講規定 今天早上我是講規定 黨的規定 不用講規定 就算沒有規定 我們也不敢找你來 因為我們支持者現在對他很生氣 你怎麼可以對你怎麼可以反反覆覆 然後被黃珊珊包覆起來 完全沒有你自己的責任 造成藍白河的破局 所以我覺得現在 柯文哲主席 你不用再好像四處三 你不是你是很挫 那你挫你要自己負責 因為藍白河就是你搞破局的 第二個部分我必須講 今天昨天大家也知道 這個藍營的情緒 到比我身高還高 真假 氣炸了 我們的地點 從馬辦 一路我們從早上九點就要等 九點多一路等到下午 然後我們說 因為你要回到六點共識 就是藍白二會十五號的說明 你當然是回到馬總統 建政的辦公室來說 他堅持不要 那堅持不要看起來 就想要毀約了 後來他改到軍越 那我們馬朱 朱侯也敦勤馬總統 不好意思 很委屈 這個拜託馬總統 再移交到軍越 總可以了吧 這樣的誠意總可以了吧 結果我們到現場是怎樣 等二十五分鐘 後來就炸了嘛 你讓馬全龍龍 不是啊 郭台銘講說 你侯友宜確實在郭台銘公布的簡訊裡面 他也是說三個人 這個三個人談就好了啊 那雖然說後來 柯文哲有傳簡訊給他說要公開透明 但是侯友宜畢竟他是有講嘛 侯友宜說後來也講說好啊 那就公開透明嘛 那所以這個到底是誰對誰錯啊 但是公開透明現場是要把我們押進小房間嘛 那就現場我們已經等了二十幾分鐘 而且重點是怎樣 你撕毀藍白二會六臉共識的 在馬前總統前面撕毀 是你柯文哲 你在馬前總統面前 公開在軍越 設局一個軍越鴻門宴是你 你到底對中華民國有什麼尊重 一點尊重都沒有 這個郭台銘最愛演的人來 你們不是就是來踢館的嗎 不是就是要來破局的嗎 那現場我們也表達參議嘛 就先先給你們講嘛 結果不是你是說房間訂不到 一個郭董訂軍越訂不到 我馬上上這個訂房平台都訂得到 就你郭董多一間房間都訂不到 這是你的主人 是你的主人的氣度嗎 所以臺灣民眾昨天已經看到 柯文哲跟郭台銘是這種氣度 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所以回到今天來講 為什麼昨天那麼氣 今天會突然感覺很亮眼 揚眉吐氣 因為侯康佩 對不對 人民好康 臺灣好兆頭 基本上我們的立委參選人 不用去找柯文哲 柯文哲也必必來 因為來是我們非常 造成我們自己支持者 不願出來投票 我們有趙少康 全臺灣就可以浮選了嘛 而且你看這浮選的過程中 我們的不分區立委名單 加上黨中央 加上這個侯康佩 這個佑琦姐 基本上很多的民眾寫了寫給我 他說這是國民黨 有史以來最團結的一次 為什麼 因為韓 侯 朱 馬 趙 戰鬥攬 全部到齊了 這是一個完完全全團結的戰隊 所以大家會有信心嘛 所以今天朱立倫主席早上11點 在中常會下令 動員令 下令全面奮戰 就是退此一步 絕無實所 要來奮戰到底 開戰了 開戰了 所以我們開始做戰 柯文哲都跟你們講 我們不要再互相攻擊了 假的吧 我們將來還是要合作 柯文哲將來還是要跟你們合作 他很挫爛 因為他用了五星 也沒辦法幫他增加支持度 而且他又沒有立委選局嘛 所以他就越走越窄 所以最後我必須要講一個數據 基本上美麗島最新的民調 侯友宜是三一點一 賴清德三一點四 柯文哲是二五點二 侯友宜跟賴清德是差零點三趴而已 而且在三一點一裡面 有八十五點四的國民黨支持者 也就是侯友宜從過去藍營的支持者65% 上升二十個百分點到八五點四 我們的基本蠻顧好了 可是在這過程中 你可以看到柯文哲兩次大起大落 這代表不穩定 他沒有基本盤 他沒有組織 接下來選舉 基本上我們就有一波的機會 所以這是為什麼侯康佩 大家會振奮的原因 可不能這樣講 找了一個這個吳欣盈 現在這個看起來 這個兩朝又開始 這個重新豐滿了 所以就請教這個仁俊 那你怎麼看 今天這個藍白他們這個副手人選出來了 昨天鬧成這樣 今天終於推出了副手人選 這個副手人選你看 剛剛林濤多開心啊 我們都團結了人都回來了 那這個吳欣盈的部分 這個柯文哲也講 你看我們多互補 這個很多很多這個網友也講說 柯文哲一定開心 因為找到金主啊 那所以你怎麼看 目前這樣的這個態勢 沙喀都現在已經這個副手人選都就位了 你怎麼看這個未來 剛剛這個林濤也講到民調 不過侯友宜真的追上來了嗎 不過美麗島電子標這個民眾黨說不準啊 你怎麼看 我覺得看剛剛林濤這個不愧是國民黨新生代的戰將 從昨天其實老實講 那個大那個幾個坐在那邊這最搶眼的還有一個叫林濤這樣 在台下我覺得蠻佩服的 因為不知道從哪邊撈出那一支麥克風 因為這個場子聽說是從桌上 他們本來準備好的 但我想說今天趙少康的這個出現確實也很多人是覺得意外 那你說到底是不是什麼昨天破局之後才來打電話或什麼 其實老實講這段時間聽到國民黨也很多人講法不同 有人講說沒有 有人講說怎麼可能沒有都約好 但看起來趙少康今天是follow這個腳步嘛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就是說趙少康今天一接受了這個中常會之後 你看他開始立刻下指導席嘛 什麼北部的地方就我來 然後什麼南部的地方就互有儀去嘛 所以我認為趙少康接下來這個所謂的副首之戰 基本上會成為選在裡面大家關注的焦點 就今年的這明年出的這個總統選舉 基本上創下很多我們大概以前從來也沒看過的狀態 選戰現在整個天而已 現在好不容易大家通通都就位了 那這個就位的過程當中 我覺得當然對國民黨來講 國民黨現在打的一個東西就叫仇恨牌啊 就是仇恨民眾黨嘛 可是昨天這個場面這個這個真的沒辦法 你看到昨天晚上的時候什麼被受屈辱啊 今天早上還要再講一遍 好像就覺得說自己是被屈辱 我其實覺得剛剛這個銀燈用了一個詞蠻有趣的啦 就是說要把侯友宜壓進房間 我覺得只有侯友宜一定喜歡 從前到現在只有我壓人 怎麼有人把我壓進去 所以你看他昨天就堅持都 他們叫他去房間 我不要我不要進去 我要在外面開直播 連郭台銘問他欸 說我們才是上去談一下 我們三個人先上去談 然後再給媒體記者知道比較好 侯友宜麥克風拿起來 我覺得要再公開透明 現在媒體都在 我們就在這裡講就好 郭台銘臉都綠了 所以我當然覺得說第一個 就是國民黨的整個的危機操作 跟他的整個政治判斷 是贏過柯文哲跟郭台銘兩個人 你如果拉到時間點 拉到昨天早上啊 我就問一個嘛 侯友宜下面有很多的記者啊 當時侯友宜是不是 馬辦啊對不起啊 那時候侯友宜是不是在馬辦裡面 對你們當時有告訴記者講說 等一下他們兩個如果來 我們就全程開放給大家拍嗎 在那個當下也沒有嘛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其實所有的危機的處理 其實就是在決定要進去 那個那個飯店的時候 他們就決定改操作這件事情 哦 因為我講嘛 昨天早上那麼多記者在下面等 如果今天按照侯友宜原來的想法就是說 好啊我們就全部公開 你約在馬辦是要公開什麼啦 你一開始也沒有做這個打算 但我認為他的操作是OK 所以包含到說反客為主 本來我記得昨天好像是講了什麼 我好像是林桃一直講說 我們是來這邊客水主編 要我們來我們就來 沒有啊你看起來 昨天是你把那個當作主場 馬英九坐在中間 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你知道嗎 馬英九厲害 從頭到尾我是見證人 我不講話 我跟你講就這句咬死郭台銘你知道嗎 然後郭台銘講了十幾分鐘還不停啊 因為當你講說你是見證人的時候 你看連侯友也講說 郭台銘是見證人 然後那個朱立倫講說 郭台銘是見證人 郭台銘想說不對 我是要選的 我們現在被提升成為見證人 還說一個馬英九也是見證人 所以你看郭台銘會很奇怪 我講一個好了 本來昨天最好的劇本怎麼寫你知道嗎 郭台銘是你如果從結果 他就是真的是要退了 如果昨天真的就到了那個房間裡面去 就是不管在房間或在哪裡 客廳廁廁所什麼走道都可以 達成了一個共識是這三個人 有一個自己聚會的空間 有一個三個人的小空間 郭台銘就直接講說我不選了 你們兩個能合作 所以那個場合 如果你想想看 昨天劇本按照原來他們構想的那個方式寫 就是郭台銘大拉的正在中間 我今天促成了藍白合作 我郭台銘退選 退選的下台聲音很漂亮 如果沒有藍白不合作 郭台銘也有一個轉場說 好我為了促進藍白合作 我願意率先退選 郭台銘今天的高度也不一樣 像在馬總統這樣 馬總統扮演最重要的角色你知道嗎 為什麼一到爭議的時候 大家馬總統說說話 對我見證人不講話 他就笑笑了你知道嗎 我變得在場大家都尷尬 好那問題就回來 你看郭台銘今天的這個退場 到最後弄了一個聲明 說我覺得不管他是什麼 Stop Reset 開始再來 你到最後輪圍只有一紙聲明 這跟昨天原先 因為昨天本來設想的劇本 就我理解 是希望按照這個 就讓郭台銘有一個漂亮的退場 但你說 如果他跟柯文哲兩個套好 就是說好 我們今天找這個侯友 因為侯友也不是笨蛋 他又覺得說 我今天這樣子 我幹嘛跟你進去 好那現在問題 你看郭台銘今天聲明很有趣 郭台銘今天聲明是講說 他除了那三個英文字之外 他只講說他要支持 能夠下架民進黨的人選 你認為這六天 他真的跟柯文哲兩個 就坐在那邊吃麵 然後在那邊 騷腳點脆手 東講西講一定不會 本來認為是說 如果柯文 如果到最後郭台銘 即使經過昨天那一亂之後 他如果今天退說 我只要聲明一個 我要支持侯友宜 或我要支持柯文哲 我跟你講對任何一方都是大加分 但選擇郭台銘的做法是什麼 為什麼都沒有說 我不指定任何一個人 所以我覺得今天整個從昨天到今天那個分手擂台被分掉的或者主動分掉的叫做郭台銘 他本來是可以透過昨天弄出一個我高度都有了嘛老大哥嘛你叫我老大哥你們大家都叫我出來那我就這場局我就最後漂漂亮亮的離開我還留下了一個名聲 真的我花這筆錢這個也花的值得啊 沒有啦國民黨到昨天晚上記者會連AA制都拿出來講 國民黨說他說他如果這樣沒關係我國民黨全副都可以可以全出 不然出一半或AA制出一半不好啦為什麼不用講錢我們國民黨可以全出啦 因為國民黨去了三個人嘛AA制你要出五分之三 但我認為到今天郭台銘這樣子的退選我不要用黯然退選啊 但是你想想看昨天到了這麼大的局面到最後我認為郭台銘心裡面有有一個盤算 但我只能講他應該對於柯跟猴應該都不滿意